影片详细介绍这一次展览的内容 为了让家长了解七年多来 基隆教育的成长与茁壮 延续2022城市博览会成功热潮 基隆市政府8月27号起 将在基隆旧火车站举办基隆教育成果展 很少家长会真的走到学校 或者是走到教室 走到学校的环境里面 当然对现在我们基隆市整个教育环境 长足的一个发展跟进步 家长不一定那么的了解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教育成果展 不仅希望能够呈现我们教育处同仁 还有我们所有最辛苦的所有的校园长 还有在第一线辛苦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所有的老师 他们在这么七年多的时间里面 他们做了哪些的一个努力 我们基隆市的教育环境在现在已经不逊于大家新线的双北 这项展览将分为三大展区 具体呈现基隆教育在软硬体方面的创新发展 除了展示上百种教具 更将学校的创科教室直接搬到现场 让参观家长有如进入第一线教育现场 实际感受教学状况 整个学校的建筑 拿到国家卓越建设奖的部分就有三座 其中包含了中兴国小的校色改建 陈小的活动中兴的这次的金子奖的国家卓越建设奖金子奖的部分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新一国小校色改建的部分 李又昌进一步说明基隆教育的十大亮点 其中有多项更以超越双北达到全国第一 第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的班班数位化领先全国 是全国第一 我们做到这个班班每一间教室都是数位化的一个教室 另外我们所有的一个宽屏跟平宽 从教室到学校 学校到教往中心 我们都全面提升 第二呢 我们基隆市的学校社区共读站的设置比例是全国第一名 还有我们在这几年推动的在基隆市区区有双语学校 这个也已经完成 另外是基隆市的课后留言的开办率也是全国第一 还有我们基隆市是现在全国唯一一个县市 公立的幼儿园是不需要抽签 因为我们现在的公佑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将近要八成 那我们在每一间公立的一个小学 都设立的这个附设的幼儿园来增加幼儿收缘的一个比例 此外我们基隆市的职业探索学生参与率是全国第一 还有我们建置了一区一特色的共农式的游戏场 并且跟学校里面的校本课程来做融合 此外我们建置了五星级的这个视听教室 还有在各校来建置风雨操场 最后呢是校校有一次会创客教室 这其实是这几年来我们在最短的一个时间 用最有限的一个经费 在基隆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亮眼的教育环境的一个改造 基隆教育成果展将持续展到9月4号为止 邀请国人一同到基隆旧火车站 见证基隆教育的蜕变与要声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导